建筑师 它是一个 它像一个拱一样 它是联系我们整个合作团队 对我们自己职业上的要求 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是环保科过关的 它能够低排碳 它能够用最少的能源 我们的目的就是 就是要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现在资源这么丰富 在老师带动下 学生可以知道 设计上要注意的事情 方法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成长建筑系作为一个监兵 能够带动这种方面的兴趣 还有学习 身为一个建筑系的学生 他更应该注重就是说 他创造了一个人造的 这个小环境之后呢 对这个人包括 住在这里面还在外面的人 他是个一体的 尤其在我们 从永续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就涉及到 你怎么样让这个材料在使用之后 你用最少的能量 能够做出那个东西出来 所以未来的建筑 你是要整合非常多其他的学们 它越来越不是一个专科而已 建筑教育它的本质上面 就是为了营造 我们人类优质的这种生活环境 我们必须跟我们自己国内各界人士 有很好的沟通协调 马先生他不只是支持自己的母校 他还旁击于东海大学 以及其他有建筑系的大学 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 带动社会 给予大众这种永续发展的 尝试而知识的启迪 造福我们自己也后代子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关怀你身边的人事物 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你要做的事 你要追求的东西 不只是建筑本体 培养自己有复杂的理智 面对真实世界 维持保持自己健康单纯的心性 去解决上面复杂理智所看到的问题 关心自己在这个专业上 对整个社会的责任 学习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程 将来你要实践化是几十年的事情 把这个技术打好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要永远记住 就是我们的社会有一个责任感 Evet 好 我不能让你對付零钱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